哈喽哈喽哈喽我是Tina 最近网上几条关于女性安全的新闻 看了让人有深深的无力感 手无腹肌之力的女性 总是被轻易的当作 攻击和无差别伤害的对象 最近网上就有段子说 保护女生最好的手段 是让男生晚上9点之后不要出门 但实际情况是 我们没有办法控制犯罪概率 和遇到坏人的概率 在此之前 作为女生能做的 就是学会保护好自己 所以我在某宝上买了几款 销量最高的女性防狼自卫工具 这期视频就来做一个开箱测评 从操作难度有效性几点出发 看看这些防狼工具 到底哪款比较有效 女生出门可携带性最高的是哪款 Let's go 这些就是我买的防狼工具 先来看个战术笔 整个就是一个金属质感的笔 那笔头这边是乌钢头尖尖的 然后笔尾这边呢 是一个耳术电筒 这个战术笔是真的能写字的 它真正的笔呢 藏在这个中间这里面 转出来这里是有一个 可以写字的笔 现在来测试一下这个乌钢头的尖锐度怎么样 拿了一个快递纸盒 看看能不能拆快递 还是挺容易戳破的 稍微一戳就戳出了几个眼 直接能戳进去 这个还是挺尖锐的 网上号称这个乌钢头 是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来破窗 然后这个手电筒呢 在黑暗情况下可以用来照明 它的亮度还挺强的 我刚照了一些眼睛有点睁不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在紧急情况下 也可以用来谎下对方的派合金狗眼 给自己争取一些逃跑时间 这个战术笔的优点是 它的功能还蛮多的 而且非常小小的芯片 易于携带 女生的话平时把它放在包里都可以 但是它的缺点呢 就是很容易被对方抢走当武器 所以综合一下打分是 操作难度两颗星 防狼有效度三颗星 积累指数四颗星 接着是这个 帕帕报警器 它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小耶 一个手掌都不到的大小 要先下一个APP注册 操作一下 我刚才已经在帕帕的APP上 设置了紧急连线人 然后把手机跟我这个帕帕 绑定了在一块儿 现在来试一下紧急报警 它中间这里这个按钮呢 连按两下 闪了 我朋友现在应该会收到这个紧急报警 同时发送定位 哎呦怎么关掉 在我不知道怎么取消报警的时候 朋友被客服推荐夺魂扣 然后我马上收到了帕帕的短信 还是非常快的嘛 这个在发送报警的同时呢 还可以录音 记录下现场的情况 除了悄悄的报警呢 它还可以进行一个高分贝的报警 就是这样有个拉环 当你把它拉掉的时候 就会产生非常刺耳尖锐的声音 可以引起周围人的注意 我们来试一下 哆哆的跑过来了 这个声音还是非常刺耳的 那正确的使用方法呢 是拔掉拉环之后 把这个报警器往远处扔 罪犯在这个时候 可能会有一丝的犹豫 这个时候 你就赶紧撒腿跑 但是犯罪心理这个也不好说 这种高分贝的报警 有可能不是激起犯罪分子的退缩心理 而是更加激怒他们 所以这个还是有点tricky的 总结一下 啪啪报警器的操作难度是一颗星 防腦有效醒悟 一颗星 鸡肋指数 一颗星 接着是这个玩意儿 长得像一个小猫咪一样 有点可爱的戒指 它呢叫做直虎 是可以戴在手上进行防卫的工具 但是 我即使戴在了中指上 它还有这么多的空隙流出来 根本就戴不稳 假如你要戴着它去发力的话 你的手指必须要握得非常紧 这样子呢 就会卡得你手疼 我们再来戳一下这个快递盒子看一下 哎呦 撞到自己了 这根本就不时机啊 因为我在往这个东西上面撞的时候 我自己的指关节 其实也是碰到了上面的 虽然它是能戳破 但是我自己的手也挺疼的 而且这个东西在手上 还非常容易不小心就无伤自己 基本上属于是 伤敌没有自损一千 总结一下直虎的操作难度 两颗星 防狼有效性 Gucci也给它两颗星吧 鸡肋指数 四颗星 这个叫做防身手刺 应该是这么握的 轻便倒是挺轻便的 也非常容易随身携带 关节什么的也是没有问题 戳一下这个快递盒子 哎 还是可以戳破一点的 我没有想到它的攻击性 竟然还可以 但是我觉得如果在紧急情况下 要掏出这个东西 再正确地抓好它 往正确的部位给去戳的话 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所以总结一下 防身手刺 操作难度两颗星 防狼有效性两颗星 鸡肋指数三颗星 压箱底的 自卫防身棍 我有种打开月光宝盒的感觉 我们甩出来看一下 这是热血高效吗 这么大一个棍子 怎么收进来 关节是不可能的了 而且它很重 掂量着怎么都得有 十分之一个多狗重 哪个女生出门会扛那么几斤肉出门 完全就没有任何便携性 但是它的操作难度可以说是非常高了 是不是有多少个女生学过武术 能把这玩意儿 使得虎虎生风 当生活是电影吗 而且这个东西一旦被对方抢走 就更危险了 实用度为零 基本上只能用来吓唬多多 总结一下 操作难度四颗星 防狼有效性三颗星 鸡肋指数五颗星 关于防狼喷雾呢 这个现在在网上是已经被静脉了 因为它比较容易误伤无辜 而且因为它本身具有比较强的攻击性 很容易被坏人利用 所以是个不推荐的方式 大家可以随身携带一瓶驱蚊液 白天驱蚊晚上防狼 关于遇到什么危险 可以对着对方的眼睛来那么一下 争取逃跑时间 但一定要注意千万别喷到自己眼睛 最后总结一下 伸缩甩棍这种 除非你有武术功底 不然就不要考虑了 指虎和防身手刺 以一般女生的力道 基本上也是徒劳无功的 战术笔的话 可以当个便携手电筒来用 真的遇到紧急情况了 估计也很难操作过来 唯一一个可行性稍高的 就是报警器 它的主要作用是 争取逃跑时间和吸引路人注意 万一遇到不法之徒 以女生的体格 基本上是无法进行对抗的 如果没有让歹徒 瞬间丧失攻击力的自信 最有效的方式还是跑 如果已经被控制了 这个时候就要尽量保持冷静 找机会报警 反抗或者大吼的话 可能会激发歹徒的杀心 反而会更加危险 今天测评了五款防狼工具 其实没有哪一款 能够真正保护女生的安全 这里呼吁一下各位商家 别再整那些 花里胡哨不实际的东西了 女孩子普遍的体力和力量都小一些 还是要从实用性出发 但更重要的是 相比起女性单方面的强调 自我防卫的防狼 最最迫切的是 在男性范围内 普及除狼教育 教育男性学会尊重女性 让犯罪成本变高 才是根本知道 虽然今天做的是测评 但这是第一次 希望大家不会有需要用他们的一天 那么这期视频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期见 拜拜